原定海报中冯小刚的名字还在图园 At 52节丸子盖蛋之后 冯小刚的名字在海报中消失 图园At 52节丸子一段时间以来 中国影视圈迎来了阴阳合同事件后 一波从业人员偷税露税 的问题受到全面监管与影响 期间导演冯小刚两部电影遭到除名 综合媒体背景时间9月24日报道着 此前9月21日放映的电影《江湖儿女》 冯小刚原本有客串戏份 不过前段时间的新海报把他的名字去掉了 并且在整片中也删掉了5分钟的戏份 对此导演假张科无奈笑达 写剧本的时候在书桌上贴了一句话 一言难尽 无谓杂尘 这是这部电影的感觉 也是我现在的感觉 然而事件并没有结束 上述事件发生不久后 冯小刚又有一部参与的电影遭到除名 这部电影就是华谊兄弟出品的《找到你》 有吕乐导演姚晨 马依丽主演 报道着《找到你》 原定于9月30日上映 原本海报上在显眼的位置写着《监制冯小刚》 可见这部电影曾以冯小刚监制作为宣传点 最近 这部电影改当于10月5月上映 《新海报》中监制冯小刚已经不见 原本的位置 只剩下导演吕乐和编剧《秦海燕》的名字 此外 《找到你在北京举办首映发布会》上 导演吕乐 编剧《秦海燕》 主演姚晨 马依丽都来了 未读不见冯小刚 四随永远5月份以来 在娱乐圈掀起一场反腐风暴后 冯小刚 范冰冰 华谊兄弟等人 一直牵扯其中 期间 范冰冰 也因偷睡陆睡问题 遭到当局的控制 而冯小刚也被传出涉嫌阴阳合同 此前还被付出 已经跑路美国 9月17日 有媒体报道 正处在风口浪尖中的冯小刚与王中军同时现身美国洛杉矶 这也是冯小刚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公开路面 崔永远曾在其微博曝光 冯小刚在洛杉矶买下的好宅 并附上多 张照片 冯小刚现身洛杉矶 获影证了这一说法 如今 冯小刚两部参与的电影都遭到了除名 原因也不得而知 这一举动让人不禁联想到其新电影 手机二能否如期上映 此前崔永远在与冯小刚的骂战中表示 自己抽屉里还有一堆合同等着爆料 并喊话冯小刚 静待手机二上演 到时配合宣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